国民党真的是要好好地团结起来 因为10月13号就要举行这个霸凉的投票 但是我们来看到基隆的部分 现在拆粮罢免即将要投票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绿营的这个市议员 是拿风灾在做文章了吗 因为看到他就直接po文说 基隆休闲介绍素稀官扑 并且还附上了一张照片 他就发布这个影片 并且他就提到说 昨天在这个基隆市的复兴录259项 他说要带大家来素稀穿好装备 首先准备好雨衣跟雨鞋 在适当的天气观察好地形 就可以来素稀看瀑布 所以他说要带大家来看一看 现在的最新景点 德安稀还有德安瀑布 那有网友看完了之后就纷纷附和嘛 就说他们也要罢免嘛 要去投票来罢免掉这个基隆市长谢国良 但是有网友就说啦 为什么只有我觉得不好笑呢 议员现在是把这个灾情当成儿戏了吗 有想象一下当地的灾民他们的心情吗 还有人说如果议员你把灾情当成儿戏的话 那您真的是得不配位呀 所以我们来看到国民党这边 基隆市党部的发言人黄坤栋 他也说了 当基隆市政府和基隆市民是上下一心的 以戒慎恐惧的心情来防范风灾的时候 但是民进党的议员却是健烈欣喜 四处的嘲讽 好像巴不得基隆真的要出现什么严重的灾害 而且我们来看到10月3号呢 在昨天这一天 内政部长刘世芳啊 他上午是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时候 两度点名 基隆并没有撤离民众 要求各部会要跟基隆市确认状况 那也说到了 根据了解基隆市 目前是因为风灾撤离的民众 都不是住在土石流前市区的民众 而是自愿撤离的 好对此立委林佩祥他就说 刘世芳部长如果真的想要来 指手画脚的话 其实也应该要先去关心一下 说到台风严重影响的南部地区 不要只会坐在办公室就批评或引战 无论是赖青的总统 只问花莲县长呢 许正卫事件 基隆土石流事件 刘世芳都是用数据在看天下 用数据在治国 如果刘世芳是想要借此来影响 霸梁案的话 这个就是证实说 民进党只想要选举 不想要治国了 而且现在网路上还开始传啊 说基隆这一回会淹水呢 是因为有两年都没有清沟吗 看到有人就po出这样一个文 还说呢 钱不清水沟 顾着要放假 但是清洁队员他们也很冤枉 立刻就开始贴出了多张的照片 要告诉大家 他们真的有在乖乖的工作 看到他们就说了 附上文不论是天晴下雨 不分四季在清沟的照片 要给大家看看 绝对不是什么两年没有清沟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说昨天台风假呢 其实也不想要出勤啊 为什么还需要出勤呢 也看得出来是相当的委屈哦 好所以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请教静瑜了 现在看起来民进党 从上到下为了拆两 真的是这么的冷血吗 在这个灾区还在说 这是一个新景点呢 静瑜怎么看 现在民进党就是为了霸梁 为了拆两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其实不包括 除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议员之外 在那边po这个水啊 像西啊等等的 然后来来做这个霸梁的借口 那如果按照这种标准 高雄台南灾情 这次的台风相当严重 那我们要不要干脆把这个黄伟哲 干脆把陈其脉给罢免算了 不是嘛 今天我们看到严重的灾情 我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想的是 如何的来救灾 之后如何来预防 然后之后如何来减灾 这才是一个合理的 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公职单位 民意机关里面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整天想的政治思考 说要如何把一个人拉下台 如何来操作什么事情 那不止这个民进党议员 我们可以看到光放假这件事情 就有一个立委没选上 市长也没选上的人 那个人叫做郑运鹏 竟然跑出来 在那边蹭他的儿子德德就算了 还跑出来蹭赖清德 在那边说 以前赖清德在台南的时候 放这个半天假 不放假 被说叫这个料事如神 叫赖半仙等等的 开始在那边扯说 他基隆是因为为了要罢免 为了要避免罢免 所以才说要放假 那实际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台风路径 是相当的罕见 而且也很显少的 在台湾这么多年的 这个历史以来 很显少的有一个台风 从南部上来 来席卷台湾 而且强度相当的强 有很多台风的不确定因素 作为施政者 当然要严正以对 这么多不确定因素 他们想到放假 就想到说是为了要避免罢免 然后放了假 就开始要期待说 基隆一定要有一些灾害 不然这个假就白放了 他们的角度永远是这样 巴不得基隆出一点什么事情 才可以把谢国良拉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如果说今天你对于基隆的这个防灾 拯救工作 有什么独套具体的这些见解 麻烦你提出来 否则你不要 这个做这个你也要批评 做那个你也要批评 如果这么厉害的话 那 这个没有人这么厉害 就是你如果在那边讲 你都很厉害 但是你来做做看 现在就是谢国良来在基隆做了很多事情 也帮林佑昌收了很多烂摊子 结果林佑昌 跟这些民进党的议员 跟这些民意代表 眼看这个拆良极了 霸良极了 就开始扯东扯西 我觉得这伤害基隆市民的感受 基隆市民第一线生活在这个基隆 感受这个风灾 感受这个台风天的威力 当然觉得有很多防灾措施必须要优先啊 谁还管得着什么 霸良拆良啊 结果这些民进党的 这个民意代表 政治人物 第一时间看到台风 只想到霸良 我觉得这跟一般民众的感受 差非常的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